《海贼王》1031话,山智自毁三号战斗服,意外觉醒果实能力,13日回音被踢飞。 《海贼王》漫画1031话的剧情继续炸裂,这次的看点也不少。 一方面是四皇大妈终于发狂了,大妈的实力由于太强大,她只有吞噬自己的寿命来提升战斗力。 另一方面积德还有隐藏的底牌,这家伙并没有完全使用保密杀手锏。不过,这一块最大的看点竟然是山智。 在1031话的剧情故事中,山智自毁三号战斗服,意外觉醒果实能力,13日回音被踢飞。 虽然三号战斗服隐身黑被山智毁掉了,不过没有关系,山智的能力已经觉醒,现在的她已经不再需要战斗服了。 首先是奎因继续追杀山智,从奎因的表现来看,这家伙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夺取山智的三号战斗服。 奎因已经不局限于打败山智,她只希望这次可以得到金尔玛66的科学力量,因为奎因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。 这家伙变成人兽形态追杀山智,希望山智可以使用战斗服。 接下来,意外的一幕出现了,山智果然拿出了三号战斗服。 然而山智并没有打算穿上三号战斗服,山智不仅不打算穿上三号战斗服,她竟然打算亲手毁掉这套战斗服。 这就有点厉害了,其实这套战斗服还有一个名字,那就是隐身黑。 说白了,山智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吃掉隐身果实,然后潜入女澡堂。 就这样,山智当着奎因的面毁掉了三号战斗服。 奎因心里自然很不爽,她打骂山智是一个傻子,竟然放弃了提升自己实力的机会。 真的是这样吗?既然山智放弃了三号战斗服,这说明伟田老师已经准备给山智开挂了,毕竟是三位奎因还在这里,山智还得继续战斗才行。 毁掉三号战斗服之后,山智就从奎因的面前消失了。 关键就在这里,山智为何会消失了呢? 小失有两种可能,其一是确实不见了,比如逃走了,其二就是山智还在这里,她只是隐身了而已。 实际上,山智并没有逃跑,她真的是隐身了。 估计是山智的速度大幅度提升,所以看起来就像消失了一样。 然后山智又突然出现在奎因面前,一脚踢翻了13亿奎因。 很明显,山智已经觉醒了透明果实的能力。 或者说山智已经拥有了等同透明果实的透明之力,所以才会在13亿奎因面前玩消失。 不过,山智也不知道这股力量会带来什么副作用,暴走,所以她让索隆关键时刻可以杠掉自己。 两人又开始做约定了,看来山智这次估计要干掉奎因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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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